政治话题来关心 至在2024总统大选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有没有可能要当副手呢 台北市议员也是学姐黄晶莹 近期抛出了震撼弹 声称柯文哲不排除2024可能转叶 愿意当副手 而对此前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 则回应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不限任何位置 而就在当事人柯文哲没有明确表态之际 前民众党幕僚则分析了 后续是不是还有可能有逼宫大戏要登场 跟随白沙屯妈祖的进香行程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要挑战400公里的体能极限 不过才第二天 就因为不小心抓破脖子的皮肤 进了医护站 通常是你帮人家服务 为了2024累积声量 柯文哲了 自家议员黄晶莹却在这个时刻爆料 说柯文哲可能会转念 愿意改当副手 难道想趁着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等待回国民党的这个空档 借机拦湖 学姐说我们未来也可以做副的感觉 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有什么考量 跟那个郭台铭合作吗 跟那个何友宜合作 这一次的一个2024的选举 还是在蓝绿两党的一个对决 所以说他要参选这一个总统 我觉得在技术上可能有一点困难 郭台铭总裁 他还是在看国民党的办法是什么 如果国民党的办法出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总裁应当会与国民党的 这一个初选为优先 与郭台铭亲近的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几杰 认为民众党的别有用心 郭台铭恐怕不会买单 而消息溢出 民众内部与曾经和柯文哲合作的黄珊珊 也各自给出建言 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不限于任何的位置 重点是我们要需要什么理念 而不是只是政治的分配或分账 我觉得现在就是全力支持柯文哲参选总统 台湾民众党基本上它是一个从武到有 自己成立的一个政党 它并不是小兰也不是小绿里头分支出来 要大家谨记历史教训 毕竟国民党九合一大胜 郭台铭又有意愿回国 柯文哲眼看筹码越来越少 愿意妥协给出的选项就越来越多 综合报道